你好 你這個中文要幹嘛 對不起我笑出來了 怎麼樣我剛發言不標準 沒有沒有很標準 只是因為大家是不是對於法國 都有一個這樣子浪漫的幻想 我講得好像一種 就是人文生活品味分析師 你就是法式生活 正是因為我今天穿西裝 所以就看起來太專業 你今天的人設就是 我們把你定義成法式生活專家 好嘘 我開始有從午開始喝酒的壞習慣 就是因为在法国餐厅吃饭的时候 他们也会问你说 要不要喝 The Meap Day The Meap Day就是 半瓶红酒的意思 你听了就觉得 好像可以哦 对不对 可以嘛 你就会点了 很容易的让你开一个红酒 然后来吃 真正的谈恋爱有吗 有有有 他算是混血儿 当时跟他交往的原因是 他是我认识的法国人里面 英文最好的 你好 你这个周末要干嘛 要如何像法国女人一样 存在自己呢 要陪你一起享受每一个珍贵片段 好好过周末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共度 El Weekend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Stanley 然后还有我们今天的 法式生活专家 欢迎刘品妍 Hello大家好 我是妍妍 刘品妍 今年所有全球的目光 会聚焦在巴黎吗 因为 是奥运 没错 然后El又是一个 留着法国协议的女子 所以反推到 刚刚我们在讲说 怎么样过生活 怎么样过周末 我们就想说 那来研究一下法国人怎么过周末好了 透过找一些来宾来分享 像第一集我们要找法比欧 他就是一个道地的法国人 对他来讲 然后比如说演言来讲 然后从当中给大家一些周末灵感 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 因为今年El的关键字就是法式 所以请大家期待 他会有一系列的企划 然后一直展开 然后也会有实体活动 那也可以一系列都有我吗 好 我已经答应了吗 可以的 先发通告那个金钱在 我现在要去法国访问一些 也可以 如果在back day的话 我也是可以出发的 对不起我笑出来了 怎么样我刚发现不标准 没有没有很标准 只是因为大家是不是对于法国 都有一个这样子浪漫的幻想 在action之后 你就切换成浪漫的音调 一定要这样说法文 跟刚刚是不是差很多 对啊差很多 跟刚刚还闲聊差非常多 那你可不可以教我 怎么样把bonjour讲得很法式 bonjour 完全不一样 我刚刚说了什么 或者是很多人会念bonjour bonjour 对 一定要R的那个R的发音 小蛇一定要有 bonjour 对 bonjour 因为一讲到法式 真的会立刻就想到你 真的吗 我就放心了 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多机会 可以近距离的 就是观察法国人 然后因为演员有很多机会 在法国生活留学等等之类的 能不能讲一讲 就是你观察到的 就是法国人 他们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一样 就是他们很自在 然后很有自信 很懂生活 很有美丽 这样子 我觉得很自在是真的 我确实也是在法国读书的时候 开始体会到 一个对自己的自在 就是没有那么有刻板印象 对于自己一定要成为什么样的服装打败 一定要是什么样的身形 一定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开放性变得很大了很多 所以那个自在是来自于对自己的了解之后 找到一个想要怎么样生活的方式 那中间有很多尝试的过程 比如说 我想要这样每个礼拜都躺平 就是很放松的过生活 或是我就是时间管理大师 我把每一刻都填得很满 就是因为我们总觉得在台湾很难 做到哪一种自在 就是我们好像时时刻刻都要 好好的过生活 好好把事情就是按部就班的 就是照schedule来 你觉得累 法国人也有在好好的过生活 对 一开始我其实刚去读书的时候 蛮挫折的 比如说好像一天只能办好一件事 如果我今天选择要去邮局 我可能会耗三个小时 才可以完成我本来要记的东西 在台湾只要三分钟吧 对 那为什么呢 是你可能要坐地铁过去 然后再走个路 然后再排一下队 排一下队之后呢 再等他 等完他 然后再告诉你你的需求 就各种一切都很耗时间 甚至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当时去读书是零几年 两千零几年的 那时候可能在银行的这个机制下 法国更是严苛一些 所以如果我今天去申请 我要开一个户头 这个第一个礼拜 我下个星期一去 他就会告诉我一串号码 嗯 然后说这个是你的账号 我说那可以用了吗 他说还没有 还不能用 已经等一个礼拜了 但还不能用 然后第三个礼拜我去 又是星期一 我就获得了一本那个 户 账本 户头的那个账本 我说那可以用了吗 我还不能用 你要有金融卡 所以才可以用 所以我等了四个礼拜 我才开通我的账号 然后户头是可以用的 那你会生气吗 就是在那个怎么还不行 然后又不行 我觉得就是非常惊讶 关于很多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在亚洲与欧洲的差别 那你说他们没有好好在生活吗 或者是他们没有 呃 按部就办在做自己的事吗 其实也有耶 嗯 他们该上班也有正常去上班 可是 他们会非常的珍惜自己 比如说午餐的时间啦 或者是呃 他们绝对也不会让自己加班到很累 他们宁愿选择 我今天早点下班 去买一束花 拌瓶酒 慢慢回家做自己的晚餐 这是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 嗯嗯 那有没有什么事 你在那边生活 然后养成了习惯 在台湾 你还是一样 继续照做的 有吗 我其实很喜欢做菜 然后 尤其是在读书的时候 因为留学生为了省钱 很少在外面吃饭 所以我很常家里面是会有 呃同学会来吃饭的 我确实非常喜欢这种感觉 就是下课之后去呃 黄昏市场 黄昏市场就是跟台湾一样是露天的 很多地方是这种的 然后买买你今天晚上可能会煮的东西 嗯 然后买瓶酒 买树花 回去开始做菜 然后等到晚上 大家开始集合来你家吃饭聊天的样子 我很喜欢 因为其实法国人蛮喜欢在家里办 呃 轰 轰 轰 对 对 就是这种感觉 听说他们的那个正式要吃饭 上桌前的那个小桌的时间 叫阿佩后还是什么的 他们 阿佩哈吉 啊 类似 好像是他 就可以一直 小桌 然后吃点 配点甜 甜食或咸食 对 然后就mingle mingle 然后才上桌吃饭 如果mingle太开心 四个小时就过了 是 是 因为 其实法国人本身吃饭真的是相对悠哉许多 嗯 甚至连午餐时间 我印象蛮深刻 我开始有从午开始喝酒的坏习惯 就是因为在法国餐厅吃饭的时候 他们也会问你说 还怕喝 The Meep Day The Meep Day就是半瓶红酒的意思 就是半瓶的 你现在就觉得 哦好像 可以哦 对不对 可以吗 你就会点了 就会 很容易的让你开一个红酒 然后来吃 然后吃 你就会像 其实也有很多人吃饭是不怎么聊天 就桌上可能有一盘沙拉 有半瓶的红酒 他们就是这样看着公园 看着太阳 看着人来人往 这样 慢慢吃完他的午餐 好羡慕哦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悠哉跟心情 怎么会有 对不对 这也是我当时去读书很意外的地方 你有在探索这个根源吗 有 就是他们为什么能够 就是有一种文化层面上面的解析 或是原因 然后也有一种就是 他们真的得天独厚吗 我觉得是一种文化共同的进步 嗯 就是也许在某个程度上 我们亚洲也一直还在进步中 比如说我们讲审美来讲好了 在我刚出道的时候 就是大概二十几年前 大家都喜欢瘦瘦大 然后变变大 现在好像对于审美这件事 大家一起有不一样的样子 美不一定只是胖瘦 可是可能问二十几年前 我们不会这么觉得 嗯 那你现在问 呃 现在 可能以前你问说 我会不会想往法国这样子的生活 我可能也搞不懂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生活style 那你现在问我们或大家 开始意识到说 哦 也许这会是我们 以后越来越想往的样子 在 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找到与工作与生活的 协和度 嗯 对 他们达到这个方式 嗯 你有好奇我们 为什么这一次的题目 要讲法式吗 对啊 讲得我好累哦 这一段有这么严肃吗 我讲得好像一种 就是人文生活品味分析师 你就是法式生活 甚至因为我今天穿西装 所以就看起来太专业 你今天人设就是 我们把你定义成 法式生活专家 哦 是学好 你刚刚讲什么 是真的吗 是学好 是吗 你都跟啥 你看好法式哦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 没有在法国生活过的人 好像很难 一下子 就算你要演 或是你要揣摩也蛮难的 对啊 光是那个节奏跟等等的 法式在某个程度上 有一点不勉强 比如说如果他们今天要度假 他们也可能没有像这么 你这么sportive的 要很登山啊 很上山下海的这种版本 他们的度假也许就是 真的人手中应该都会有一杯酒 坐在海边 用最自在或者是最疑人的方式 在度过他们的时间 这是我觉得的法式 嗯 那如果也许是周末的话 像这种两天一夜的 一般来说 我以前在读书 很常会安排一个小旅行 就开着车 然后到达近郊啊 或什么 像我们那时候会开车去诺曼地 对就是大家有听过的诺曼地海滩那附近 那他就是没有到南发 他其实相对在北巴黎的北边一点点 往上走一点点 往上跟左边一点 那开车过去那里 也许沿途都是一些比较宽广的风景 你的心境上面就会好很多 哪怕只是在开车 然后听音乐 这对他们来说都是 就算只是在路途上 也是在放松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很爱喝酒 我觉得酒是好朋友 好朋友 那因为法国有很多知名的酒庄啊 因为它的产地很多 对 然后你在这种两天一夜旅行中 有曾经安排过去酒庄 比如参访吗 我当时其实是动用了自己读书的钱 去买了一台二手车 为了就是想要 因为那时候我星期五没有课 所以我就是会开着车 邀请我的朋友们一起去进家 或者是去酒庄 曾经我们有一次就是开车 算是迷路吧 或者是故意的 我们就想要待在一个靠近酒庄的地方 那当时找不到饭店住 我们有点慌了 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确实乡下是完全没有路灯 是真实没路灯的那种 没办法 只好去敲了那个酒庄的门 然后早上起来 其实才发觉它是真实的一片酒庄 我们在那边住了一晚 然后隔天起来就非常可爱的 不小心打工换宿了一下下 就可能帮忙打扫了一下 然后葡萄园 对葡萄园 对整理一番 整理一下 但其实都不是太辛苦的 我们不是坐这件事情去 所以那个经验让我觉得非常好 那个是非常随性 跟随机发生的一个精彩的周末 我觉得这个周末好经典 很有趣 真的很有趣 我喜欢睡好周末 对 跟台湾就好像比较难 你也可以被困在宜兰啊 OK 然后就是敲一敲民顺门 我觉得真的不是地方的关系 是你心境上面的问题 对 如果你心境上有做些调试 你到哪都可以有这样的随性 那你怎么样调试你的心情 譬如说在忙碌的 就是生活跟工作安排之间 保持一个平衡 因为以前大家有说 work hard play harder 对 然后现在有人说 work like balance 就是对你来说 你比较偏向哪一种 我觉得演员的这份工作 比较可以做到这样的调节度 因为我们可能忙 就是一阵子好几个月忙起来 那另外可能就会休息个两三个月 所以我可以把我的很多 需要放松的安排 都放在两三个月的 那个休息的时候 可是如果你说日常的我话 对我来说 吃就是我最好的疗愈啊 我任何情绪 我都可以用吃解决 我只要吃到好吃的东西 这件事情就是 过了 就过了 怎么那么 那么方便 诶 很重要 这个 对这个很重要 你懂吃吗 我 我在你面前 我可能不敢 不敢 我跟你讲 法国人也是非常懂吃 对 一定要懂吃 吃就是一种生活的享受 不然你来干嘛呢 对不对 人生数十载而已 最重要的精神粮食 就是吃下去的东西 所以其实你刚刚讲 就是找个好吃的东西 其实也不是很随意的 它其实有你的讲究在里面 没错 因为我其实真的是个大吃货 然后 我在看了我的人类图之后 也发现 嗯 真的吃就是我的情绪权威 我只要有好吃的东西 我人生所有的难关 都过得去 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跟我一样 找到自己的这个 可以疗愈自己的方式 因为这种很好解决的 如果我今天 比如说 哪里不顺利了 我就是冲去找 这边Google评分最高的 然后去吃一点 我就可以用一个再更平静的心 面对我的人生 不是挺好的吗 很棒 很好 那你的是什么 我的应该是 把山 就是 潜水 我如果逃避压力的方式 可能就会离开台北 然后我可能会 去别的城市 然后过一晚 嗯 我就回来的时候 蛮 我蛮享受那种跟自己独处 还有就是你可以在当地 找到一些养分 可是那时候也是很随机 就像你讲的 嗯 对 但会比较花时间 你喜欢独处对不对 我喜欢独处 那现在这样你还好吗 我就一直在冒汗 太多人了 所以你是医人吗 你应该是很大的医人 可是你知道我那天 因为老实说 他们的问题太多了 太多大概有100题吧 我那天写完之后 我居然测出来是 挨人 而且我是调停者 我没有很懂啦 所以我测出来的时候 我也是一头雾水 因为大家都以为我是医人 因为你感觉很医 还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需要变 I don't know 也许这是遇到 可能比我更挨的人 我就会变成医 就变医 maybe 好请大家记一下这个INFP INFP 找到发现就抓住不要放过 好 讲这么多其实可以好好聊聊 大家其实最想聊的话题了 巴黎这么多的时间跟机会嘛 对不对 然后你也在巴黎拍过电影 那这个 夏丽 夏丽 对 这么多法国经济民 有发现 法国的男生跟台湾男生 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没有说比较或高下 这个东西 不要引赞 但是就是想说 那个差异性在哪里 我们看不到的 或是我们比较没有机会 接触到 不一样哦 我觉得 我也没有什么别的 差异性的意思 但是我认为 法国这个民族 比较健谈 就是甚至是坐在路边的陌生人 他正在抱怨他的政府 或者是地铁 他都会随便跟陌生人聊 同样的 他们的男生也是 夸奖你也好 或者是你们两之间 遇到问题 想沟通的时候也好 他们都是健谈 要说的那一方 主动表达 对主动表达 我觉得我们今天晚餐 你这样对我态度 我不喜欢 这种他们都会 很清楚的说 或者说 你昨天party太晚了 就是会很 但是可能也许在 在台湾 或者是在亚洲 遇到的 会因为 我们什么 出于礼貌也好 还是先 不沟通 先继续忍耐 这题会站在前面 但反而法国人 对于说这题 是会说的 那他们说的方式 是不是很有艺术 就是还是很直接 就直接的说 我想要知道 你所谓的艺术 会怎么个艺术说法 我想看你 演绎一下 艺术的说法 是不是他们 他就说 我觉得 对我态度不好 是这样的意思吗 就是可能不会那么 虽然他要表达这个意思 可是他不会 直接把 这个 形容词 讲出来 比如说他觉得 他很受伤 或他觉得 这个东西 你是不是 需要调整 他会直接这样讲吗 还是他只是 会用一个 很舒服的方式 让你听到 这个 message 有没有经过包装 这样讲 就我的经验 因为我的法文 也不是到精通 所以有人要跟我 对话的时候 并不会用 很深的词 在跟我对话 不管吵架或夸奖 都是蛮直接的 所以我收到的词 都是比较直接的 对 可是是会让你说 就觉得 有点小受伤吗 还是不会 我觉得不会 好像不会 我反而觉得 是因为态度问题 他们没有觉得 这件事情 是会伤到你的 OK 然后他们选择的言语 好像听起来 也不是伤到我的 那他们有 什么样子的方式 让你觉得 你最近是有交往 一个法国人吗 所以你为什么会问 这么多 很多 detail 为什么 Anna 还是Anna 有交法国人吗 广大网友想知道吧 辛苦你们了耶 什么啦 我之前在 Youtube刷了一个 影片的广告影片 他就是说 一个美国的女生 在讲 他说 你们不要以为 就是照你们这样调情 女生会很开心 90%男生的调情方式 都会让女生不开心 女生希望可以用 他们喜欢的方式被调情 OK 对对对 然后 接条就没有看 我就刷掉了 那我好奇就是 你有你觉得 在 在法国心 有没有 这部分让你 觉得很 很棒 他们做 就是直接 我觉得他们 夸奖也是直接 那像我的经验里 我发现在法国的时候 不管我没有 被调情 我都会 更自然的 想要去 夸奖别人 比如说今天 走过来的服务生 很帅 我也会跟他说 很帅 或者他对我 这样挤眉弄眼 我也会想要 对他挤眉弄眼 这个可能也是因为 这边的 他们的文化 你会觉得做这件事情 是很轻松 自在的 同样的 我被调情的时候 我好像也没有 觉得是调情 就感觉像是 互动 互动 那个很好的互动 那个很好的互动 所以你到哪都会觉得 我们一起做这个互动 很开心 我甚至去买个菜 你卖我一只鱼 然后跟我讲说 我很漂亮 我也会祝你今天 很好 你也顺利 然后你也太绅士了 把鼻子这样 这些都是会说的 你不会太放在心上 OK 我很喜欢 我觉得反而很舒服 所以那个互动 感觉你是喜欢 对 你喜欢这种 有交流的感觉 对 还是因为 巴黎人 就是长得比较 好看跟帅 你为什么不就直接说 是因为我漂亮 还是因为 是因为 就是因为你 这就是你跟 法国人的差别 好 学到了 各位观众 看到了吗 这就是跟 法国人的差别 这段就是 谢谢 没有啦 这是开玩笑 但是我觉得确实是 你很容易 会明白 他们的民族 做这些互动 是很自然又风趣的 会很喜欢 那有没有 有趣的 调情经验 或谈恋爱的经验 他算是 混血 当时跟他交往的原因是 他是我认识的 法国人里面 英文最好的 然后 是因为这个原因下 然后开始有更多的 沟通跟对话 然后后来有 有在一起 一阵子 这样 印象很深刻 就是 哇 我们一开始吵架 是用英文吵架 后来就是用法文吵架了 所以法文就突飞猛进 也没有到 可能就是该练的东西 都会练到 比如说 什么就是这些 开始要 第一句话的 那个撞声词 该学的都有学 对 那接下来就是 我们讲到那个 演言的理想周末 对 哇 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然后给 就是听众一些 tips 就是他们 怎么样可以 有一些灵感 这样子 或者说你的建议 或者你觉得 有哪一些新的发现 可以分享 好 就是如果像小旅行 大家没有办法 就是出远门的话 我其实也觉得 我在 欧洲学习到了 某些很 很日常的 放松方式 像我刚刚说的 可能从中午 就开始喝一点啊 或什么 那你早起之后呢 你可以准备一个 你自己舒服的brunch 在法国人吃的早餐 通常是吃甜的 所以呢 会吃什么 巧克力面包 或者是吃 croissant 配一点点果酱 这种 然后配杯咖啡 在这样简单的 有一点点仪式感之后 他们通常 不太会吃午餐 那午餐就会是吃 像三明治这样的 如果今天是个周末 他们就会先 备好 两只 一只白 两只白酒 然后跟一只 bucket 然后也许会是 鹅干酱啊 这些 然后弄一个篮子装 开始相约一些朋友 去附近的公园 真的就是公园 也没有什么 太特别的地方 然后下午一两天 就开始转了 也没有像要铺什么 餐巾纸 什么垫子 都没有 露营店都没有 然后就坐在草地上 或者是坐在那边的椅子上 晒晒太阳 一面倒酒 一面喝 然后吃着bucket 然后吐东西 很舒服 我后来越来越喜欢 春天跟秋天的时候 去欧洲 因为这个时间呢 天气 太阳 晒到的时候 并没有炙热感 然后你也不会流汗 然后到太阳 下山的时候 会有凉凉的风 大概20出头度 这种气温 所以春天跟秋天的时候 最常在周末 跟朋友相约的 就是公园 很舒服 很建议大家 周末也可以这样度过 好想要找一个好公园 一起过周末 但现在下大雨 来杯Takira吧 最后 教我们两句常用的法文 好吗 那如果是这样 今天刚好有讲到Tonkiller Tonkiller就是 放轻松点 Tonkiller 或者是有一个 更简单的说法 叫Tresamba Tresamba就是 很轻松的意思 Tresamba Tresamba 对 我们要不要过一个 很轻松的Tresamba 对 大家跟着讲一下 谢谢今天演员来 和我们一起来聊天 你刚是惊了一些什么吗 为什么 这一整个访问 从一开始到现在 有吗 不是 是吗 你有补充一些 我没有的 酒精吗 还是什么 为什么 一直在这个吗 对 你的反应跟我们一开始 节目的一开始很不一样 就是从一开始到现在 你的那个语速啊 就是有像酒精喝的越来越多的 渐渐慢这样 我觉得很特别 对 因为通常是越来越新 对 就可能越来越 越来越发酵了 哦 哇 是很发誓 好发誓 天哪 好的 谢谢今天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 然后今天的L Weekend呢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想知道更多节目 相关讯息可以关注 L官方各频道 包括脸书 IG YouTube 还有Podcast 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多多订阅 分享 留言按赞 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浪漫的周末 我们下次见 我们可以一起用那个Aufour 来结束吗 好啊 Aufour Aufour